上次呢带着大家去打卡了这个深圳机场的那个普通版的休息室 那这一次呢我现在又要去北京 而且刚好我这次坐的还是南航的飞机 所以我决定去南航的休息室 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 那现在我刚过完年口 现在准备坐电梯 通过下电梯以后就可以很快的到南航的这个休息室 你下了电梯以后 大概就在右手边走没多远 然后就会有南航的休息室的提醒 然后去找这个休息室 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下来等电梯到 我们就往下去找休息室 然后现在到了 然后这边看到了休息室 有一个CCZ的休息室 我这边去三号休息室 右转成扶手下楼 你看这儿会有个提醒 你能找到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就可以下到休息室休息 然后我先下去 因为这个休息室 我印象中是比较新一点的 新一点的话 它可能餐饮会什么会好一点 而我今天没吃早餐 所以决定说那来这边看看 这是三号休息室的正门 然后往里进去 然后往里进去 你好龙腾出行 可以啊 我拿一下 这个 后面里头伤的一下啊 好 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 本人成绩 这边先个字 然后登记牌出示给我 哎好 这边是我登记牌 嗯 这边还吗 没有广播按照登记牌 这边是我登记牌 这边还吗 没有广播按照登记牌 好谢谢 好 然后完成了这个登记以后 就进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环境 休息区 健身区 这边是餐饮区 我要来吃点东西 这边有酒水 茶叶 干的漂亮 各种各样的茶 还有各种饮料 这边还是休息区 这边才是餐具 看来这边东西会更多一点 面 这边是面 然后这边是包子 粥 也有很多的鸡蛋玉米红薯 可以的,适合我 找个地方坐下来 这边吧 现在吃完了 准备去 找一个休息区 休息一下 这边有沙发 然后那边的话 有一个办公区有电脑什么的 可以专门用来办公 还不错 看一下 还有一些杂志 左边就是我刚刚说的茶水 各种各样的茶水 让雾以为它这边会是茶水间 看起来 看起来这边不错 就在这边休息了 我刚刚从南航的这个休息区出来 现在准备去登基 那经过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我觉得啊,就是三航现在 保安机场有两个休息区都去过了 一个是所有航班都可以去的那个 还没下电梯的那个休息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南航自己的这个三号休息区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南航的航班 你要去休息区 就别去那个普通的了 直接来南航这个休息区 绝对会让你满意 电台里面的各项服务 其实都比那边会好很多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 对吧,你不是南航的票 那你就去之前那个 然后如果再有机会的话 我再去帮大家看一下 这个南航的二号休息区到底怎么样 好,我们下个视频见